Hello 大家 很多朋友都有留言給我們 說想我們做多些控球的練習 今天我們就帶來一個 非常之有效的Move 叫In-N-Out In-N-Out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急停 不用轉手去做假動作 去挖你的對手 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想令對手覺得 我是做一個Cross-Over 然後一個動作去 我們有一個逐步逐步的系統 給大家跟進 那我們開始吧 In-N-Out的第一步 就是叫Pound Triple 我這次Pound Triple 會留意大概會 大概會胸口那麼高 大力拍 吸球 你可以見到我不是直接在前面 不是直接在旁邊 大概在45度 記住在胸口 大概胸口那個高度 因為我做過In-N-Out的時候 大概會在胸口 然後落回來 然後急停過我的對手 第一個動作就是Pound Triple 第三步呢 我會加一個C 我做C的時候 就要做Shoulder Fick 我做Shoulder Fick的時候 就向著我想Fick那個方向 向著我想Fick那個方向 向著我想Fick那個方向 記住波不要太大 動作不要太大 身體的四分之一 身體的四分之一 吸 吸 吸 還有用肩 這裡的重點就是 我的肩膀要跟著波一起走 因為如果慢了一點 就一點都不增 所以說服不了的對手 你就握不到他了 第三個就是C Triple With the shoulder Fick 好 那第四步呢 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為是Fick Work 我們騙對手的時候 其實不是用手 可以說是用肩膀 但是最重要是用腳去騙他 所以 腳步是1、2 我就會拍球 拍一下 1、2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 其實吸得不太大 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我做得對 拍1、2 轉 拍1、2 OK 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的重心會有 在這個情況 我右手 右腳 去到左腳 然後回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再示範給大家一次 1、2 還有你Fick的時候 應該是用全身 肩膀 眼睛應該向那邊 還有我重心就放在左腳 那這個就是Foot Work的部分 好 那我臨出去街場試這招之前 我就會找5個雪糕筒 一行地排 然後每個雪糕筒 我就會做一下In-N-Out 那留意 這個雪糕筒可以給我一個Visual 去Jab 向相反的方向 我示範一次 大力拍1、2 1、2 1、2 Fick 用眼睛 用肩膀 用全身Fick 這個就是我們的In-N-Out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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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